另一個焦點當然就是復課的安排 經過一個多月的提早放暑假 即將放完復活之假之後 已經有個復課安排 亦都有個路線圖 中小學亦都會分階段復課 安排是怎樣呢? 特別是另外有一個就是 每天可能學生和教職員 上學時都需要做一個快速的檢測 這方面的安排是怎樣呢?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就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跟我們聊聊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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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提到每朝撩備 就是家長討論區的熱門關鍵詞 可不可以跟聽眾講解 現在局方的構思是怎樣 學生復課之後的快測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正如昨天 特首和局長都在新聞會公佈了 由4月19日開始分階段 恢復半日便秀的課堂 為了這個決定主要是想平衡同學的身心健康發展 和在學校裏面感染風險的管理 所以其中一個額外的措施就是要同學師生每天都要做快速測試 以確保了解最新疫情的情況 及時阻止一些風險傳播 政府將為學校提供一千萬套快測包 免費派給三十多萬名領取津貼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其實為什麼不是全部學生 因為既然政府方面局方是安排要學生去做 為什麼人人都可以派呢 另一方面都想看回 派了之後他們做了 其實那個申報的程序會怎樣 特別是一些小學生初少他們沒有手機 也都不知道用哪一個平台可以申報他們做了這個快測 怎樣可以令到學校清楚明白呢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是全港去派呢 第一我們就希望幫助最有需要的家庭及同學 因為其實就這些同學都三十多萬 那個數量都相當多 我們考慮到在社會上都有很多 在公共財政管理上我們都希望照顧了一些需要的事 第二就是怎樣申報呢 其實昨天都交代了在申報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兩重的 一個就是向學校報告給學校聽 另一個就是通過網上平台 就向這個衛生當局去申報這個個案 希望安排確診之後的相關其他需要 所以這個我想兩個其實如果小孩很小 就不是通過自己的手機去申報的家長去幫他 去做這件事 但是那個同學申報 雖然我們校本管理 但是一想到執行上面 都很多問題 比如說你幼稚園初小 那你家長幫他做完快測 拍照 拍完照又怎樣交給學校呢 學校收到六七八張照 那他又怎樣配對哪個同學是甚麼事 又或者單單拍一張照 是否真的證明他做了 即是有沒有研發一些平台 令到流程是大家更加暢順一些 其實對於學校來講 申報這些健康情況 其實就不是新生事物來的 因為過往一些傳染病那些 家長都會向學校報告 學校也會向衛生當局去報告 例如流感這些其實大家都有經驗 例如你說向學校申報 其實學校都有提出了或是各種的辦法 包括在手冊裏面 家長告訴學校 或者是通過報告給班主任聽 有些學校是有一些班主任和家長的群組 所以各種方法就是因應學校實際 平時怎樣收開這些健康申報 用回這些途徑就可以了 即是靠家長治律 大家講個信字 但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疫苗的接種率 即是現在都是六成多 即是三至十一歲的兒童 都是說到不是那麼理想 為何不特別針對 譬如說未接種疫苗的才做快測 有些誘因讓大家快點去做 我打了心了 很乖 跟沒有打心的其實一樣 一起都是要做檢測的 是否其實做不到推動 增加接種率的效果呢 我們當然很希望 家長帶子女去打針 這什麼時候我們都一直鼓勵 而快速測試 為何我們要人人都做呢 其實因為現在疫情 雖然已經穩定手控 但是確診的數字都仍然是多的 加上其實過往的認知 我們都知道 其實就算打了針 或是曾經確診過 都有機會是再感染的 所以這個我們快速測試的目的是 希望加多一個屏障 和盡快去阻止這個疫情 在校園裏傳播的風險 所以為何要人人做呢 就是這個原因 另外新安排之下 全校的教識員和學生受感染 或者陽性個案 達到5%或者以上 當局就會考慮 是否真的要停課 其實當中和學校方面的溝通是怎樣呢 因為每間學校可能是5%的人數 其實都不一樣 如果有零星個案 就是學校可以在做足防禦措施之下 繼續上課 其實這個防禦措施又應該是怎樣 有沒有指引給學校呢 因為家長其實都可能會擔心 是 那個5%呢 昨天醫生醫護專家都解釋得相當清楚 那個只不過是學校當向 其實無論是有沒有5% 其實學校都是要向 每一天都要去申報的 至於那個5%是怎樣計出來呢 我們會是 它要報一個當日那個學校的總人數 然後就確診的數字這樣去計算 而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學校有些什麼防疫的措施呢 其實就包括 就是說現在我們在做的 戴口罩、量體溫、社交距離 教職員或者是外來的人士 都是要接受那個疫苗的通行證這些措施 另外我們在這段時間其實都幫所有學校 改善了那個通風系統的設施 在復課之前呢 我們都要求學校要徹底清潔消毒 加上呢 比起我們停課之前呢 其實學生的那個接種率呢 我們都看到呢 就是一直是有一個改進的 那這些等等的條件 我們都覺得呢 就是說希望是在大家 加倍小心 再加上這個快速測試的情況下 可以讓同學呢 就是安心一點去上學 也都是防止這個疫情 在學校裏面爆發的風險 嗯 那學校或者教育局 會不會集體搜購這些快速測試的儀器呢 因為市面昨天馬上就用家長去搶購 部份有些報道說 真的價格要炒高了 那如果你每天用 那那一家學校每天都消耗幾千G 那有沒有這些措施可以幫忙呢 是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 預留了一千萬套的快速測包 那當然就說其實學校 就是為了那些有需要的同學 那另外其實相信呢 我們都不時收到一些機構啊 團體啊都會捐贈一些 這些快速測試給學校的 那同時呢 我們都呼籲大家其實呢 就是不用去搶購的 因為正如之前呢 最早疫情早期的時候 大家是搶口罩一樣 其實那個供應呢 現在我們見到是穩定和充足的 嗯 嗯 你自己如期呢 就你了解一下 現在有多少學校呢 真的如期可能在下個星期二 就根據你們那個分階段 恢復半日面授課堂呢 基本上呢 其實就是說 復課呢 就是下個星期啦 那當然它可以循序漸進啦 就是去到 譬如在小學來說 最遲就是5月3號 要全校恢復半日面授 而中學就5月10號 就是恢復 就是全面恢復啦 那當然是在4月19號開始 學校就已經可以 安排局部或者全部的同學去上學的 如果在小學來算 嗯 但是根據教育條例 6至15歲的兒童 必須定時上學啦 這個就叫強制教育嘛 回歸前都是的 但是有家長說 我真的很擔心啦 就是反正這樣 我就不讓子女上學啦 那麼有沒有一些彈性呢 這個學期在疫情底下 是 那擔心呢 就不是一個請假的理由來的 其實呢 不上學呢 都是學校有一套機制去處理 那些同學不上學的制度 所以我們公佈了 就是說當學校安排了 它是用什麼形式去學習的話呢 那它應該是遵守學校的要求 如果不遵守學校的要求呢 就學校是應該按它既定的 就是考勤機制去處理啦 嗯 我想問一下 如果學校呢 根據你們那個復課 就是面授的安排 如果學校呢 自行去決定 在這個學期呢 都以一個面授 以一個網上的形式去授課呢 其實是可以不可以的呢 剛才說的 就是說每一個學習階段 都我們有一個叫做 最遲 幾時恢復滿日面授的要求的 那所以呢 就說在最遲的日子之前 它當然可以安排 就是網課 或者在家學 但是比如小學呢 最遲5月3號 就要安排全校同學 半日面授 中學就5月10號 幼稚園就5月16號 那就是說 在這個日子之後呢 其實你學校就必須要 恢復面授的課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那在之前 校本就有些微調 聽了有些學校已經立刻說 高少可能早些回去 初少網課先 那這些是否家長要自己 跟學校那裡溝通呢 不是家長跟學校交通 是學校 因應人手 課程的安排 所以就是說 學校會通知家長 究竟是哪一批同學 是在家學習 哪一批同學 是首先恢復半日面授 不同的學校 當然有不同的安排 家長要因應自己 學校的安排 通告方面去看看 另外就說 未打針的同學 半日之後 其實禁止參與一些 非學術的課外活動 其實這方面 會不會都擔心 影響了部分同學 一些身心的發展 現在我們就說 在疫情底下 我們儘量在上午課堂時間裡 所有同學 無論他有打針沒有打針 都不受影響 都可以回去恢復面授 當然如果同學很希望 能夠參與其他下午的一些活動 相信就是為了保護自己 保護其他的同學 其實應該是先接種疫苗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牽涉到全日的活動 當然包括了吃飯 或者一些其他的 比較有感染風險 所以我們都希望打了針的同學 才是安排他下午的額外的一些學習活動 不預計有關的措施會持續多久呢 我們要看那個疫情 這個相關的措施 譬如去到清零以後 當然或者疫情已經是非常感染風險 在校園裡面感染的風險 的係數是很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逐步放寬 現在都是說到半日復課 始終都要走向復償 全日復課 全日復課又要吃飯 吃午飯 有沒有一些情況 真的可以說到 沒有接種疫苗的同學 有些分隔 有這樣的氣泡 等到第一 鼓勵到未接種的快點接 快點打針 也同時保護到未接種的學生 在某一個區域 這些措施會不會去探討 在全日的時候都要去 在學校的疫苗氣泡呢 是 現在其實就說 在中學我們是有安排 如果去全校的接種率 去到九成以上 它是可以恢復全日的面壽的 在5月10日以後 其他那些 譬如你說在小學 或者幼稚園那些 我們就不會用這個接種疫苗 或者沒有接種疫苗 去做一個氣泡 去分隔他們的學習 我們希望就是說 當那個接種率去到某一個程度 疫情的緩和等等 綜合的因素去考慮之後 我們才再看 因為畢竟 譬如小學低年級 或者幼稚園的同學 都是年紀小 治理能力比較低一些 那個染疫的風險相對就會比較高 如果牽涉到吃飯 其他這些全日活動的時候 另外想問 幼兒方面去做這個 就是每天了備這個檢測 其實可能對家長來說 都有一個難度在這裏 這方面 有沒有考慮到相關的因素 特別是 有沒有跟一些學校 幼稚園或者小學的校長去研究過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每天去做 還是有些校長他們建議 可能是隔天 甚至是一個星期做一次 而這方面又會不會有個微調呢 其實現在要每天做 我們都是跟衛生專家談過的結果 因為考慮到目前疫情的情況 我們做快速測試最終極的目的 其實是希望盡快阻止 在校園裏面傳播那個風險 所以每天去檢測 就是了解每天的確診症狀 就是那些症的數字 疫情的發展狀況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 是有這樣的需要 是每天做的 現在每天發測的措施 就是4月19日復貨之後 現在是否預計一個月左右呢 一個月內就會再檢討呢 是的 我們其實疫情每天都在檢討 所以就隨著那個疫情 如果去緩和 再跟衛生專家去商討的時候 覺得那個間距可以隔疏一些等等 都會在檢視那個情況 適當的時候會調節的 大家家長就要密切留意 今天謝謝教育局的副局長 崔又年博士 多謝你 謝謝教育局長 感謝教育局長 請教育局長 您寄討及了解 百分之二 局長 小松 大 大